OK 那我们就继续我们今天的课程 今天我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0056跟0050到底是买谁比较好 因为其实我前面的节目 展哥江湖里面就讲过0050 那刚好最近的新闻特别提到了 这是昨天 今天早上的新闻 早上6点多 0056配息2.1元 金额创历史新高 76万的投资人想参与高配息 最后买今日在什么时候 我们看一下内闻 不过当然会觉得蛮有趣的 他怎么知道76万投资人想要参与配息 这个记者哪来这个消息 OK 来我们看一下新闻的内闻 0050每受益全证单位 预计要配发2.1元 然后10月18号是除息前最后买近日 意思是说10月18号你买了 隔天除息完你就可以配2.1块 你会在11月22号收到这个配息 OK 我们就接下来继续看 在这种状况 到底买0050好呢 还是买0056好 因为0056确实取了一个好名字 叫做高股息 所以其实从以前很多投资很多学生都会问说 0056是比较好 其实OK 对我想名字取得好还是有它的好处 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整个指数的状况 就是这公开说明书上都有 这都是公开资讯 不过我相信绝大多数投资人都不会拿公开说明书出来看 不过当然还是建议大家 如果你在买ETF的时候 我建议还是要了解一下它公开说明书 特别是近几年很多的ETF 是包含两倍啊 反向啊 这一种有杠杆型的ETF 其实都是需要用期货去来模拟那个指数的 像这一种类型的ETF 我都不建议做一个长期持有 这部分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 那我觉得可以长期持有的 就是像0056 0050这种都可以 它重点是什么 它重点就是真的是买进股票 它是买了股票来放着的 那像这一种那当然交易成本就没有嘛 进场出场的时候才有交易成本 那买进来就是管理费而已 所以第一个它成本会相对比较低 然后再来它是实际持有股票的 像过去几年我们遇到什么 什么原油的ETF还下市嘛 对不对 那都造成很多受害者 所以像那一种有杠杆类型的 我觉得都会有一些风险 那当然美国有更多啦 美国以前也有很多很有趣的 不过那个讲这故事又太长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OK我们看一下0056 来它这个台湾高股息的指数 它是去追踪台湾高股息指数 它是使用现金殖利率来加权 OK我们直接看重点 它是预测什么 现金股利殖利率最高的30只股票 来当做成分股 然后跟什么 我们一般的指数成分股的权重 用现金股利值率计算 非市值 就是它指的就是0050 0050就是用指数成分股去做加权 来做整个投资比重的一个安排 OK所以它是用什么 现金鼓励殖利率最高的30只股票 来做一个权重的计算 来做权重的安排 OK所以 它的目标就是要跟传统的市值加权 指数的相关性较低来获益 所以第一个它就是要把0050做一个切割 简单讲就是这样 0056它的目标就是要跟0050做切割 OK它成分股筛选的部分 它有几个条件市值 公众流通量跟流动性 所以基本上它都是大股票 所以它从什么 台湾50的指数跟台湾中型100 用这150档里面去选出30档 其实概念就是这样 那这30档就是现金值利率最高的 OK 所以它的整个操作模式就是这样 它调整的模式就是这样 OK那我们来比较一下 整个0050跟0056 左边这个蓝色的是0056 右边这两排0050 那当然50档跟30档一比当然会有差 对不对 当然现在它是29档 它去掉了那个翼龙店吧 翼龙吧 去掉翼龙 OK所以现在29档 然后我有涂颜色的部分呢 这些是有重叠的 两者有重叠的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从颜色就看得出来 其实它的重叠性是非常低啊 9档而已才9档 所以是非常少 所以在这个部分 那它当然整个操作起来就不太一样 那当然台积电我们要特别注意 台积电整个权重在0050里面是45% 所以里面大概有一半都是受台积电影响 那其他的排下来当然就相对少很多 这很明显 但0056它整个排起来 其实当然低的有一%多 但前面几名其实大概都是3%、4%、5%以上 没有一个特别多的 大概它的整个持股的分配 大概是这样 来我们再来细看 我们再看0056的持股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殖利率 我帮大家算一下 以今天的收盘价 今天是10月14号 10月14号 10月4号的收盘价 来做计算的话 它殖利率 然后目前的状况大概是这样 OK所以看得出来 其实真的还是蛮高的 真的还是蛮高的 中间特别低的什么 光宝科 最近涨太多了 然后再来台泥 台泥是什么 因为它有配股票鼓励 还有配一个0.99的股票鼓励 我这个是完全用现金鼓励值利率来做计算 OK那其他的远雄相对低一点 远雄也比较特别 因为远雄过去的鼓励支付率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可能 可能他们公司的人觉得 其实应该会配很多 但是一出来 数字不如预期 我觉得可能性是这样 OK 但其他的可以很明显看到 大概都是6% 几乎都6%以上 所以确实它是符合所谓高股息 高股息的这样一个概念 中间广达 光宝科 杨敏 华硕 亚尼 友达 河硕 连发科 连电台泥 其实看起来大部分 都是一些我们觉得还不错的公司 但是有趣的是杨敏 跟长荣 杨敏跟长荣 大概都是去年才加入的 因为他们从前年开始就获利比较好 所以杨敏是过去都没有配过洗 大概9年的时间没有配洗 去年开始有配 所以去年有配之后 去年的获利也还不错 所以今年也配的不错 所以杨敏跟长荣都是一样的状况 他们都是加入了高股息的行列 不过这个当然就引起很多争议 因为大家就觉得说 去年好 可能明年就不好 去年好 今年好 也许明年不好 在这个成分股里面 是不是明年开始又要把它删掉 有可能是这样 然后另外友达也是 友达也是去年的业绩很好 所以今年的配息不错 但今年大家就很清楚 整个面板的业绩都是一路下滑 所以友达 杨敏 跟长荣 其实这三档的状况 我们很明显就可以看到 感受到一件事情 就是用高股息去做一个分配 其实如果遇到产业景气的变动 这个地方我觉得会相对比较危险 包含微星也是 微星主机板 反卡的厂商 其实今年的业绩也是衰退 但是去年都是受惠疫情都是大好 微星技嘉都是 但是OK 那今年不好的话 明年还会配高股息吗 可能就不会了 这部分我觉得还是大家要注意 OK 接下来我们再看 整个元大高股息 说配2.1块 今年的走势 从今年年初 一样跟台股一样 建高点完 杀下来 一路杀下来 其实也跌得蛮凶的 但是配2.1块的话 用今天的收盘价来计算 殖利率7.99% 确实是高 所以今天早盘 盘前的时候 消息一出来 盘中马上 开盘马上就拉上去了 马上就拉上去 OK 所以确实 我相信有很多投资人 就觉得说 是不是不错 因为现在7.99% 8% 说不定还可以先赚一点价差 大家的想法可能是这样 OK 但是我们还是要持续往下看 我们整个分析到底怎么走 来 接下来我们就看 这一段的过程 这是从今年一年 过去一年 跟过去一季 整个持股的表现 不过当然就台股而言 台股相信 每一个股票都是跌得惨兮兮 对不对 充弦 广达算表现相对稳健 光宝科也是相对稳健 但其他大概都是跌的比较多 这个部分 技嘉 技嘉因为刚好他抓到的时间点 这样过去看过去一年 我们看一下技嘉的限图 免得大家误会想说 技嘉怎么那么强 过去一年 过去10月 去年10月大概在这边了 所以从去年10月来比的话 可能刚好 刚好就在这里 然后如果一季的话 一二三三个月 刚好也差不多在低档 所以看起来好像 技嘉是不是很强 其实没有 技嘉是涨了一大段之后 也是跌很深 只是刚好计算的基齐的问题 所以看起来好像比较厉害 但是其实是没有的 OK 然后其他的 我觉得大概 就没什么特别好提的 不过当然中红也是 中红钢铁的族群 今年业绩也开始下滑 但是也是因为 过去的表现不错 所以配息的状况不错 所以都有列入高股息 首先 我提醒大家 我们过去的影片也提过 就是我通常在看的时候 我会看这个 股力支付率的数字 那个我也提到 股力支付率 一般我以七成 来当做一个标准 所以我们把整个成分股拿出来做一个 做一个统计 做一个整个明细 给大家分享一下 就近五年的平均股力支付率 大概是多少 超过七成都把它标红色 所以我们看到大概有14档 它的那个payout ratio 股力支付率 现金股力支付率 是大于七成 这也是传统 大家觉得不错的股票 包含广搭 光宝科 然后华硕 包含莲勇 当然莲勇比较特别 因为莲勇IC设计的公司 通常股力支付率会比较高 这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那当然去年的获利也很好 所以今年也配得很好 但是股价 今年也是一个大幅的修整 那当然雅尼长期都还算稳定 不过比较偏向景气循环股的类别 那台泥当然其实也蛮高的 也还在67% 然后再来联电 哇联电这个地方 居然有71% 但是我特别注记一下 去年其实他没有配息 去年没有配息 然后再来中刚 中刚其实长期都还算不错 扣除比较特别的状况 因为有一年大概是600% 扣除特别的状况 平均大概77% 也在我们合理的范围之内 英业达伟创 这些都是老牌的公司 群光技家 我觉得大概都 都还算是老牌 重点 重点元凶 金元电子 但是元凶 他的整个起伏就相对大一点 就相对大一点 OK 所以这些给大家参考一下 大概有14档是符合 那如果相对比较低的呢 包含长榮 包含阳明 阳明是只有去年配息 过去的9年是没有配息的 就去年开始配 所以海运的市场 到底大家 现在很多同学都在讨论 很多论坛都在讲说 那个 是不是明年可以 继续领好的配息 但是以 他们仅继续用那个概念 这个我会比较担心 所以为什么我们从 年初吧 大概就一直提醒大家要注意 这个货柜三雄 还是不要介入 所以他的状况大概也是这样 长榮大概去年配了五成了 所以大家预期 如果今年六七十块 明年也配三十块 大概会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整个0056 我自己给他一个结论 就第一个 配息的来源是去年的获利 所以如果这些公司 它是一个获利起伏相对比较大的 就像电子产业 电子产业它的整个起伏相对都大 那这种状况 它是不是能一个长期稳定的获利跟配息 这个部分都要特别注意 那当然包含广达 广达我觉得就是一个特殊的例子 因为做代工的部分 做代工的他们其实毛利都抓得很低 因为毛三道四的状况 其实他们都是拼业绩 拼业绩量 那他们业绩量够大的话 其实起伏不会太大 所以为什么广达或光宝科 他们长年都还算是基优股 其实有这样一个特性 OK 然后第二个 就是我们讲鼓励支付率 其实它没有限制 因为它直接复制那指数的话 那指数是并没有鼓励支付率的概念 所以鼓励支付率 就是它能不能长期提供大家 那个投资人一个稳定的鼓励支付率 稳定的配息 这个部分我个人会觉得 如果我们自己有信 有花心思去找的话 其实会找到更多不错的股票 其实都会是一个不错的 可以长期投资的标的 这部分给大家参考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就比较0056跟0050 0050是咖啡色的 我们看一下过去 0056跟0050 这一条淡蓝色的这一个是0056 OK 从0056上市到现在 我们可以发觉 其实在前面的状况 它跟0050算是一步一趋 但是到了后期 它们的差距渐渐就拉开了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 0050的波动是大很多的 它到这边 涨到140% 到这边它还涨了多少 涨40%而已 还差了100% 其实差异是有点大的 这个部分我觉得还是特别提出来 然后再来我们从今年的高点 一路跌下来我们来看 其实从整个高点跌下来的时候 这一个咖啡色0050 然后桃红色的是加权指数 第一个加权指数跟0050 确实就一步一趋 这没有问题 但是0056我们可以发觉 在这一段大跌的时候 其实0056是相对稳健的 跌的没有这么深 所以整个0050跌的很深的时候 0056其实没有跌很多 这个部分看起来它是相对比较抗跌 看起来相对是比较抗跌 那从整个相关系数的角度 下面这个相关系数 其实年初的这一段 它们的走势相关系数其实是分期的 这一段是0.5418 所以几乎就整个走势 就没有很显著的相关 但是越到后面 越到下半年 从低机过后一路就上升 到近期大概是0.855 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它们走势 就越来越一步一趋 这个是它的一个 今年发生的一个特色 不过为什么会这样 这我们就很难讲 不过前期可能在这边 高股息的公司 都是去年获利好的公司 所以在这边的时候 去年获利好的公司 其实股价是不是修正的比较慢 是先修正一些去年获利不好 或者是涨过头的公司 所以有可能是这样的状况 但是到了后期 其实整个走势 整个市场就是跟着 跟着这样起起伏伏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部分 我们从2020年的低点 一路到现在 到今年的高点 到今年的高点 这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 它们的表现怎么样 我们刚刚 这一张是告诉你说 在跌的时候 0056相对抗跌 这一张是告诉你 在涨的时候 0056也相对怎么样 相对不涨 客观讲就是这样 所以它的波动确实就是低 确实就是比0050是低 比整个大盘也是低 这个是它的特色 所以喜欢波动低的同学 我会觉得 你考虑0056就是一个选择 那你说长期持有 长期持有 会不会赚钱 当然也会 所以这个也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可以接受一些波动 去换取更高报酬的 我就用0050 大概是一个做法 OK我们再来看 我们就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投资策略 今天我在节目上也有讲 操作策略 所以我们就每天每个月买进1万块 那当然1万块这个数字 可以依大家的那个状况 来做调整 不过是用1万块来做试算 然后当然我们用0050 或0056的操作 我们就不停损 虽然我们在操作上一直强调 操作就是要停损 但是0050、0056 这种类型的ETF 其实你用定时定额买 是可以用不用停损的方式 但通常一个状况 就是你到底你会买在哪里 所以投资学就是选时跟选股的策略 005050党帮我们加权 其实我们已经排除掉选股的策略 0056也是 我觉得他帮我们选好 我们只要买他就好 那选时的策略咧 就是什么时机点去买 那当然如果你在这边 低档之后去买 算30块 这里就涨5倍了 对不对 但是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不要 不要把自己想的太厉害 我们就把自己都当傻瓜 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个操作 获利了结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获利30%以上 我们就自动停利 我们就自己把它卖出 去做一个停利的动作 OK 如果这样做 我们来比较一下0050跟0056 我们从2007年的10月 就是整个金融海啸前最高档的那一个月的位置 这个位置开始我们做这个策略 每个月买进1万块不停损 获利30%以上停利 我们会遇到什么 那当然遇到金融海啸就整个大幅的下跌 大幅的下跌 这时候0050最大的亏损大概在39% 大概在这边 0056最大亏损大概在35% 但是一路报上来 我们报到30%出场 当然到最后 这边又涨到快200% 这边再涨到多少 涨到150% 所以这边也可以看得出来 0056的波动是相对比较少的 涨也涨的少 跌也跌的少 大概概念是这样 OK 所以在这种状况 我们0050经过了39个月 经过39个月 三年多的时间 终于涨到31% 那一个月的时间涨到31% 31%我们把它卖掉 应该是这边 应该是这边 涨到31% 我们把它卖掉的话 那个除以39个月大概就是3.25年了 31%3.25年 算出来大概年报酬大概是9.54% 大概是9.54% 我们可以稍微写一下 9.54% 年报酬 如果我们讲0056报了到什么时候 大概25个月 大概两年多的时间 两年出头的时间就涨了31% 所以在这一段时间 它的报酬率 年均报酬大概在14.88% 所以第一回合可以说 这个是0056胜出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间点 就是整个金融海啸最不好的时间点 所以它有相对抗跌的个性 我觉得大概是有一个这样的状况 那这我们再看下一段 我们在2011年 如果2011年的1月 这个高档的位阶 我们去买 开始做这个 每个月买1万的这个策略 0050的状况大概是这样 我们经过了50个月 大概4年多的时间 21年4年多大概25年 大概就这一段 这一段时间涨到30%的时候 大概花了4.16年 那整个年均报酬大概在7.21% 7.21% 最大亏损 这个位置大概是13% 所以才跌了13% 但是你还是赚到30% 所以这个亏损 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那如果以0056真的涨到三成 这个是20%的位置 涨到三成 大概花了7年多 大概91个月的时间 所以整个换算回来 年报酬大概在4.22% 这刚刚没讲到 我们提醒一下 我们年报酬都直接除了 我们先省去复利的计算 然后省得计算的麻烦 OK 所以他花了0056花了91个月 7年半左右的时间 但0050只花了4年出头 花了4年的时间 所以他整个年报酬相对好很多 我们都是涨到30%就出场 涨到30%就出场 大概都是这样 我们再看2015年 4月的这个高档的位置 我们开始做这个策略 经过了4年半的时间 2015年4年半大概在2020年 大概在这边 这边的位置涨到30% 所以我们处以4.58年 大概就6.99%的年报酬 其实我们会发觉 其实报酬都还蛮高的 平均年报酬其实都还蛮高的 来 那在这一段时间 其实一样 他也是经过了55个月 在这个位置 达到了3成 那这个一样 他是算出来大概6.77% 因为差异在哪里 差异差一点点 他时间稍微 时间差不多 差异是这边赚了比较多一点点 稍微多一点点 然后这个月他赚了少一点点 所以整个差别都是在小数点 所以没什么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2018年 这里花了28个月 就达到3成 大概这边 就来到这边 这边来到3成 所以整个报酬率大概15.5% 15.45% 那同样我们看 他这边花了2.66年来到3成 这边 这个地方相对他的报酬 年报酬就是12.03% 所以我们从这一段 我们这个 这一系列我们看下来 我们会发觉除了2007年这一段 0056 胜出之外 其他的每一个时间段 我们都从最高点开始执行这样的策略 我们会发觉0050 它的效果都是优于0056 所以结论 我们运用傻瓜操作法的话 其实0050 这是优于0056 当然补充一下 我们前面上面讨论的这个方法 我都是用还原全值的K线去做计算 所以这里面当然包含了佩席 当然包含了佩席 所以最后我们还是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在佩席的时候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可能是高资产的客户 高资产的投资人 你在买比较多高佩席的商品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一个事情 就是你要有课税 因为你的税金会相对比较多一些 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建议他 建议大家来做一个操作 比如说 OK我们找一个佩席的时间点 比如说这个位置 因为佩席完 重点都是要填席 因为我们在看数字的时候 我们会把它还原 我们会把它还原 像这个位置它就没有断点 但是OK 如果我们还是用原始值的话 这边就会产生一个断点 OK 那这断点我们要怎么处理 这个断点的时候 假设这一天是配1.8元 1.8元 前一天的收盘 假设前一天的收盘 我们就去卖掉 32.4元 32.4元 那隔一天 隔一天的开盘 我们去买回来 开盘的价格 30.71元 所以这中间大概差了1.69元 但是你的配息大概配1.8元 所以OK它的整个股价跌下来 它的这个出圈息整个调整完 其实它是低于1.8元 因为它只开盘跟前一天的收盘 它的价差只差在1.69元 所以你在这天尾盘卖掉 这一天开盘买回来 这个息 你这个1.8元 其实就 你不会拿到口袋 你不会从0056这边拿过来 你就不会有所谓的鼓励所得 大概会是这样的状况 那这时候你怎么操作呢 就是说你在这边 假设卖掉 卖掉是100万 你就扣掉这个利息 扣掉利息 你就扣掉100万 你扣掉1.8 你就扣掉1.8的这个利息 你自己算金额 然后一时心算我算不出来 你就扣掉1.8这个金额 你就把剩下的 我们假设92万好了 你就把92万 在这一天的开盘去买 那你手上是不是就差了8万 你手上就多了8万的现金 这就等于是你利用这个交易 交易这个价差的时间点 你去把你手上的股票变成现金 变出来 大概是这个概念 那当然你也可以说 假设你这里卖掉是卖100张 那你这边他跌下来 你就买100张回来 那你多出来的现金 你就当作是股息 那这些都是不用课税的 因为台湾是没有那个证券交易税 就是没有资本利得税 所以这地方是不用课税 但是如果你不做这个动作 你在这边去领他的这个配息1.8块 这1.8块就要依据你个人的税率 去做一个分配 不过当然中间还要考虑整个交易成本 这部分我们就不讲细节 大家就可以计算一下 因为ETF他的交易税 其实也相对比较低 那整个交易成本 就是手续费的部分 这当然跟券商谈 好这个部分 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OK 那以上 大概是今天整个课程的内容 感谢大家今天的参加 谢谢